一只画笔可以有怎样的力量 我叫黎静 很多人都叫我方舱守惠小姐姐 2020年大年三十 武汉的上风却蒙上了一层阴影 很快我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 住进了武汉转口方舱医院 那一天也是武汉新增病患人数最多的一天 在很多人的眼里方舱就像一个战场 我决定把眼前的这一切用画笔记录下来 我记录过每一位温哥忙碌的医护人员 以及他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憨憨的样子 我记录过他们陪我们跳过的每一支广场舞 在一张张手绘中 我的大白们就这样诞生了 我想让这些可爱的瞬间被更多人看到 我看不清你们的脸 但会永远记住你们温暖的眼神 出院以后 我看到很多关于大白的报道 本来一支画笔也可以有这样的力量 五月 我将画过的两百八十八幅手绘出版成册 于是就有了这本 二零二零武汉日记 一个医生读者后来跟我说 他说他看到这些画的时候 笑着笑着就哭了 走进方舱我曾被温暖治愈 走出方舱 我想把这种温暖传递给更多人 我笔下的他们也越来越多 从医护人员到封印流土的外卖人 养老院的护工 不求报仇的志愿者 直面胡海的内心者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因为他们的存在 我更加相信那些温暖的力量 不让我们招生所有的魔力 因为他们的存在 我更加坚信自己的方向 让那些看不见的英雄 被看见的 温暖无形 落笔有声 GIP新指南者 用温暖给自己指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